富爾加大潮日 很多地方是在海水倒灌 尤其是很擔心說登陸之後呢 這個雨會怎麼下呢 還會不會像先前預測的這麼強 首先我們先來看雷達回波圖 這個雷達回波圖 我們可以看到雨量 就是說水分子比較劇烈的反應 顏色就會比較鮮豔 好那但是你會發現 這邊有一塊怎麼是白色的 不是機器壞掉 這是有原因的 前中央市場局局長證明點 其實在臉書PO出了這張圖 然後告訴大家呢 雷達訊號衰減 什麼叫訊號衰減 就是剛看到的箭頭的那個地方 空白一片 他也告訴大家呢 那邊不是沒有回波 不是沒有雨水下在那邊 而是呢 前方的雨滴的太密實 所以降雨雷達的雷達波 沒有辦法穿越 然後反射回來 所以看不到後方的雨區 也提醒大家 小心囉 這片強降雨區 將會影響整個陸地 所以請大家不要掉以情形 不要覺得現在好像雨比較小 好像風沒有預期的大 其實呢 後方到底等一下會降多少雨 才是大家關注的 還有我講到了 包含了 大潮 海水倒灌 還包含了東北季風 所以北臺灣的地區 我們等一下來看定量降水預報 我們先來看呢 中央氣象署的檢認激震吳婉環 他告訴大家 目前除了颱風環流 迎封面東半部地區 不斷是有強回波移境 可能會瞬間帶來每小時 八十到九十毫米的降雨 告訴大家 今天整個東半部 南部地區 雨還是會這樣子下 為什麼呢 因為北部東北部海面有熱帶系統 跟東北風交互作用產生的雲 山陀兒加東北季風來了 所以今天呢 基隆的好朋友要留意哦 基隆地區 北海岸地區 大臺北地區都會有劇烈雨勢 尤其是在山區 你會感受的更明顯 今天的雨是長時間的下 中間會有瞬間短延時的強降雨 大家要特別留意囉 來降水預報 看得非常的清楚 十月三號早上八點到晚上八點鐘 很明顯就是我們剛說到對不對 北臺灣地區 東北風這樣子來 還有東部地區 以及南部地區 山區都要特別留意降雨 好 那到了晚上 到明天早上的清晨呢 全臺灣有雨的情況 大家會發現雨的強度 可能會開始減弱了 但是呢 依舊是全臺灣有雨 那尤其是花蓮 臺東東半部地區 還有東北部地區 今天都要特別留意 尤其是基隆北海岸 被點名囉 會升級為超大豪雨 所以不要以為颱風呢 是從西南邊來的 離基隆比較遠 NO 要加上東北季風的考量進去喔 好 接下來我們帶大家來看 基隆呢 其實在昨天晚上 很多地方就陸陸續續有大大小小的災情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 哇 這個巨大的瀑布 這是在仁四路 據說有一處名柴呢 土石滑落 就是後面有個小土石流 衝進了他們家的這個廚房跟陽台 還砸到了瓦斯桶 結果導致屋子裡頭濃濃的這個瓦斯味都飄出來 住戶也嚇壞了 那麼現在呢在司法新村的法院宿舍 一樣發生了土石流的意外 很怕大量的土石會衝進去家裡面 所以目前預防性的提前撤離一家五口呢 趕緊逃出家門 嘻哩哗啦 吸水清洗而下 只從上來一瞬間變成巨大瀑布 基隆越美路 車子開過就像素溪 瞬間見起超大水花 避著海高宛如水上汽車 調河街也很慘 路面變成黃河亡氧一片 兩車卡在水中動彈不得 水淹過輪胎高 最後幾名合作使出洪荒之力 騎心推車 不過現場還是有車主 毫不畏懼驚險通過 往市區走更是誇張 煙水 超可憐 住戶嚇壞 路面嚴重積水 多當機車泡在水裡 就連排水控也變成噴泉 距離廟口不遠處 基隆仍二路 積水一度達10公分 就怕水淹進店裡 附近店家趕緊用直辦 在店門口前擋住 大雨也灌入韋德醫院 院內多處積水 緊緊用沙包阻擋 山土耳颱風雷襲 基隆不少地區都傳出災情 人寺路上的民宅 竟有吐石崩塌 滾滾泥石 充建民宅 廚房陽台全被覆蓋 巨大聲向住戶從睡夢中驚醒 時在心有雨季 吐石崩落瞬間 也砸壞瓦斯桶 屋內米麥濃濃瓦斯味 豪雨狂炸 東線路上的司法仙村 法院宿舍後山 日後深夜也發生土石流 住戶就怕土石嚴謹加力 台風還沒到 它越嚴重 靠門貼紙 一家五口一度嚇得禁忌逃出 基隆市長謝國良 第一時間也到場關切 暫時用沙包加強防護 颱風一路向北 基隆大雨狂掃 市府單位全力引戰 解除丁隆 姚立牆 多維川基隆報道 好 目前來自基隆最近狀況 我們帶大家來看 基隆山區有一處民宅呢 後門整個都被土石流給埋住了 最新消息我們連線給記者賴政凱 好的 總部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基隆的司法新村裡頭的一個住戶 我們把鏡頭往旁邊看 這個後門的後山全都是土石 往下來看這土石已經掩埋到這個門是打不開的 到底發生怎麼樣的狀況 我們直接請周屋主來跟我們說 昨天晚上大約10點多的時候 突然聽到外面有門的撞擊聲 那我就起來去查看 發現說樹木跟土石都已經開始崩流到我們的這個門口外面 然後那時候我就撥打1999還有通報我們的里長 然後請市府來先來處理 那後來沒過多久 市長就到現場來關心 那市府的公務處的人員也過來去勘察 那目前的這個防治作為就是 他有在現場做沙包 防止水在沖進來 那還有在土石崩落的地方 有覆蓋防水部引導水流 到排水溝去排出 然後防止這個土石繼續有探崩的狀況 那麼其實在這一個土石堆的裡面呢 是有一面擋土牆的 但是沒有想到因為大雨的沖刷 整個土石是越過擋土牆 橫跨到了周先生周屋主的外面 那現在的話也只能等到颱風過後 再請相關單位來做後續處理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主播 山陀兒帶來的一些災情 我們先看 在高雄登陸了12點40分的時候呢 高雄今天有測到破紀錄17級強風 那麼在過港隧道旁邊有一個這個貨櫃場 一個一個貨櫃哇你知道貨櫃這麼重 居然被強風給吹落 其中一個還壓到了停在路邊的小轎車 幸好當時車上沒有人 目前沒有傳出傷亡 只是這個畫面讓大家也是看得觸目驚心了 留意提醒大家盡量不要外出 也要留意高地區的包含了這個廣告招牌等等的 我們一起多加小心喔 好再來我們看一下市區的部分 在高雄市區機車騎不動 騎到一半呢哇就被吹倒了 好幾輛車倒成一團有民眾開花 撐傘呢沒辦法撐一撐就開花 風吹的大家呢走不了原地踏步 另外呢在高雄很多人說收到了兩次國家級警報 提醒說會刮出14級的強風風力太驚人 你有收到嗎 有收到的朋友能不能幫我們加一呢 高雄市區風超強 前鎮區行光路口機車瞬間吹飛 好幾輛機車倒成一團 這個機車騎士呢 騎到這個路口是完全沒有辦法移動 而且甚至還是被這個風給吹倒在地 前鎮區刮出至少11級風 機車根本騎不動 四輛機車被風吹到全島 一名女騎士經過這裡被風吹到慘摔 風大摔車安全帽還被吹走 真的很狼狽 剛才為什麼會倒下來 風吹下來 風派到 3號入夜開始 三坨帶來明顯風勢 由民眾主拐杖 另外人幫撐傘 但根本走不動寸步難行 這樣我要回不去了 我這樣我要回不去了 雨傘被吹到大開花 迄今民眾撐傘外出趕著上班 才剛走出門 風力太強 腳步動彈不得 原地踏步跳恰恰 這位先生全身濕透說要上班 但根本攔不到計程車 屏東這位單車騎士 刮風也冒險出門 交叉車前進速度 肉眼可見 風力強勁發佈國家級警報 颱風中心即將通過附近 將出現平均12級風 或陣風14級以上風力 聯手警報兩次 山頭兒刮風威力 讓人挫雷蛋 這位黃軒許千高雄報導 我剛剛是不是問了一個問題 然後調出了高雄人呢 謝謝大家的回覆 這個楊小婉說沒收到 然後呢 春照姐姐有高雄人收到了 還有多仁燕 還有我們的佳龍 林靜安 佳龍說收到四次啊 以及我們的君英晃 謝謝威慶 也有加二 然後圍棋沒收到 因為呢 沒住在高雄是正常的 好 謝謝大家的回覆 我們的林世銘也是在高雄加一 好 感謝大家 斗內一針等一下再唸 我們先帶大家來看一下 北台灣山區的部分呢 陽明山上文化大學 學生呢 出門要吃午餐 山上風雨真的很大 什麼東西飛走了 太可怕了吧 我們趕快連線給記者王志恆 好主播觀眾持續來關心台風 山陀兒現在已經登陸台灣了 那現在台北陽明山上的這個風勢呢 是越來越大了 早上的時候呢 這個陣風已經來到了 十一級喔 現在感覺是更強烈 而且呢 現在記者站在山上呢 是幾乎是站不穩了 而且帽子呢差一點就要飛走 那現在這邊呢 可以看到旁邊的整個樹呢 是被吹得亂七八糟 那剛才呢 有這個文化大學的學生呢 要出來去吃午餐喔 也是非常的困難 可以說是順目難行 來看稍早的畫面 有沒有覺得順目難行的感覺 有的有的 那你們知道要去哪裡啊 我們要回宿舍 回宿舍 那你們之前平常是有騎車嗎 沒有沒有 好那透過畫面呢 您可以看到呢 學生呢出門吃午餐喔 真的非常的困難 而且是幾乎要走不動了 因為這個風勢實在是太大了 那現在呢 其實現在也很多的這個機車呢 是已經被吹倒了 那剛才也有學生呢 來到現場 把這個情況給拍下來 發上了學校社團的這個網 臉書上面喔 要來提醒這個車主 趕快來把車移開 或者是把這個車子呢 移到這個風比較小的地方喔 那米上是記者在陽明山上的 最新情形 時間鏡頭交換給棚內 好我們也很 為這個記者擔心喔 看起來山上的風雨蠻強的 好再來我們往基隆一看 哇糟糕這個土石流是不是來了呢 很多地區出現了 這個土石流現象 山區的部分 最新消息 我們連線給記者賴政凱 好的主播各位觀眾 現在記者所在的位置是在基隆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山區這邊 大片的土石全部都已經攀剝下來 甚至還有很多的樹木 不過相關單位已經及時處理 到底發生什麼樣的狀況 我們直接請里長來告訴我們 今天早上10點10點40幾分左右 接獲民眾通報 道路貪方 因為下雨量超過土壤飽和量 然後呢 我們就即時通報市府 感謝市長謝國良 即時派我們交通隊來進行交管 之後呢 立即再請公務處派工來處理 那我則是協助來拒訴 但想請問這起的土石探訪 有造成人員或是財損之類的問題嗎 目前沒有 目前都還好 對目前 因為是即時通報即時處理 那現在的工作就是趕快把土 跟這個木頭全部都鋸掉好 讓這個雙向通道可以通行 沒錯 之後把鏡頭照一下這個邊坡 鏡頭照一下這個邊坡 之後我們會再請市府 或是說相關單位 來進行邊坡強化工程 好的 除此之外我們要知道 山陀螺颱風現在目前還沒有進到台灣 差不多約末在一點左右 才會正式登陸台灣 而雖然它到時會因為山脈的關係 而被減弱 但是越晚北部的雨勢 會越來越明顯 而南部要嚴防豪雨跟大風 以上是現場的最新情形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它有媲美藍光神盾的炸造之翠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呵護你 呵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你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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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呢